2018年罢行全网的他,紧紧眼之狗就看哭众网友,网友,他终于红了他是新版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,是白鹿园中的田小鹅,是楚桥传终善良而又执着的原纯公主,他是谁?他就是中国90后小花蛋。 李静在最近一期的《幻乐之城》中排用无声的表演将一只流浪狗的一生经历表演出来,看哭众多网友,网友纷纷发文对其演技,大假称赞。 李静仅凭一场表演,秀上了微博热搜,可见其演技是大家所认同的,可能大家对李静不太熟悉。 李静在众多明星之中,他是一股清流,他不靠热搜,不靠黑文来炒作自己。 在娱乐圈中,他踏踏实实演技,一直勤奋打磨自己的演技,坚持用实力说话。 在生活中,他热爱生活,为人随和,让人忍不住喜欢他的性格,努力总有回报,复出会有收获,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 善良努力的他在2018年迎来事业的巅峰时刻,2018年他开始霸行全网,每一部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好评如潮。 2018年上映的作品中,他是如意转中的《荣飞寒相见》,《豆铺苍穹中的小衣坚》,《狼殿佳》中的《马斋星》,《佳妻如梦之海长繁花》,中的杜小苏,《庆余年》中的《林婉儿》,前两部已经上映。 后面的三部作品也将在近期接连上映。 2018年,李契迎来了自己演艺的警喷期,他开始从配角走向主角,霸凭《2018年全网》,这是他该的的,因为表演一只流浪狗,看哭众多网友,使其重现大众事业。 这就是他实力的见证,一直不温不火的他,在今年终于红遍全网。 众多网友纷纷表示,他终于红了,小编野猪李契演艺事业顺利,将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 大家如果对他有什么评论,也可以写在第一步,我会认真回复大家。